对华态度反复横跳 日本派系出现分歧 大家都知道 日本外务省最近一致纠着深圳的一起突发事件不放 强行借题发挥 甚至放出消息要排除副外相访华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向日本国内展示日本政府所谓的强硬态度 但是日本外务省的一系列操作 在激起日本国内反华情绪 抬高自己在日本国内形象和地位的同时 也引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厌恶 换句话说 中日关系已经出现恶化趋势 而就在日本外务省在为自己的做法沾沾自喜 甚至还想进一步的时候 日本自卫队下场了 根据报道显示 日本已经向中方表示 7月份驶落中国领海的梁月号护卫舰 其舰长已经被撤职 并明确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件事一经报道就立刻引爆了日本国内的舆论 最喜欢操弄舆论的日本政府被舆论反噬了 大量日本民众在相关报道下方留言 表示不管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都无法接受 因为这是日本向中国服软的标志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自卫队为什么要在外务省 以为高歌猛进的时候 突然泡了一瓶冷水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说 就叫春江水暖压限制 最先感知到中日关系恶化的 既不是日本民众也不是日本政府 而是日本自卫队 就在9月18号那天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 率两艘052D驱逐舰穿过琉球群岛 在这之前解放军空军运久电子战机 飞落所谓的日本领空 再往前无真7多次刺路日本识别区 把日本自卫队的F15机队 六的哭不堪言 就这么说吧 日本自卫队对自己有几尽几两 是心知肚明的 光派出飞机军舰 给解放军配配照 就已经逼近自卫队防卫能力极限了 真的发生冲突 自卫队根本是不敢的 对于自卫队士兵来说 那点工资还真的不值得去拼命 那么这就很有意思了 加上之前日本让步 接受中国派员到辅导检测核污水 以期待中国能够放开日本水产进口 这已经是近一个月内 日本第三次在对话态度上反转 很显然日本内部的派系矛盾 已经无法掩盖 为什么日本要在福岛核污水检测 这件事情上让步 因为日本经济下行 再这么嘴硬下去 日本怕不是要继续退步 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变成第五大经济体 外务生为什么要挑拨中日关系呢 因为日本首相选举和美国大选 都需要力气反华的人设 才能够拿到资源拿到选票 至于日本自卫队为什么要服软 因为自卫队不想为那点工资来送死 说到底 日本政府不仅仅在系统性的否认 亲华历史 还试图来操弄舆论 强行制造仇恨 对立和矛盾 来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日本的这套阴谋轨迹 在中国人面前是骗不过去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